熊猫是我们中国的国宝 我是张紫怡 我和许多人一样是非常喜爱大熊猫的 可惜不幸的是 到今天野生的熊猫只剩下不到一千桶 偷猎和生存环境的破坏 是两个对熊猫所构成最严重的威胁 砍伐森林破坏了熊猫的大部分野生稀稀地 只可吃的竹子越来越少 而竹子的茎和根是熊猫赖以生存的主食 没有了它们 熊猫将无法生存 熊猫美丽而浓郁的毛皮 是它们深受喜爱的原因之一 但正是因为这身毛皮 是它们惨遭偷猎者的非法猎杀 如果我们现在不设法保护大熊猫 这些真鬼的动物将很快地消失 成为人们的记忆 也许我们的后代将不可能看到 一头真正的大熊猫 只要减少使用木制品或纸制品 您就能够帮助熊猫 请永远不要购买任何熊猫制品 请记住 当购买停止时 杀戮也将停止